是要求以及後背後身晚輩呢應該參考的一個表現 好現在開始了比賽 我們黑森布對上的田村合國選手 黑森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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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森布選手現在獲得壓倒性的一個支持 黑森布選手別看他這樣子 他其實也是他生涯第二場比賽而已 但是他的第一場比賽實在是太令人驚訝了 他的T級以及他的一些受身動作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甚至獲得不少國外的摔角民 甚至是國外的新聞媒體記者的關注 還因此獲得一些專訪的機會 這個在台灣是非常非常難得的機會 黑森布就是這麼樣的一個有特色的新人 在進行了一個鎖緊的動作 被田村合國反制了 看看他們這一次的較勁是什麼樣呢 這樣續盤戰的一個 慢的一個摔角競技也是 看摔角的帶有樂趣 順帶一提 我們田村選手跟我們黑森布 其實兩位對於七季都是非常的上場 我們田村選手 他在日本的師父是傳奇的日本選手 俯川為位 田中文 以及田村傑士 基本上我們所謂的優秀選手 這是格鬥技的部分 非常的上場 受信於優秀系統出三個田村 他的T級自然不在話下 我們剛剛稍微見識到了 但我相信稍後田村選手會帶來更精彩的T級給觀眾看看 現在 現在 好像雙方有點挑釁的動作出現了 現在進場了 我們烈火回首 NTW之光 NTW的驕傲 現在也進場了 這好像觀眾 要求觀眾歡呼 沒想到觀眾歡呼的 Akira聲音反而比較大 現在黑 相當 警示力 喔喔喔喔 Akira選手可以看到 51歲的Akira選手 身手依然矯健 不只是身材非常的健美而已 動作還是相當低落 Akira選手現在呢 主要活動於魔戒 日本的一個摔角組織 這個摔角組織非常特殊喔 它不是單純的摔角比賽 它有結合舞台劇以及音樂劇 然後會有融入大量日本古代的一些文學小說 或是一些故事啊 像是戰狗武將 都有一些東西在一起 然後做一個類似舞台劇的演出 然後還有分誰會的 像是連續劇的方式來自己演出 這個在台灣的觀眾來講 可能有點難以相信 但是實際上 羅介這樣的一個操作模式 在日本已經引起非常大的一個 一個動名 深色觀眾喜愛 他們幾乎每一場比賽 都是門票賣完的一個狀況 那這種舞台劇 音樂劇 以及職業摔角的結合 這個也算是世界首例喔 那魔戒也因此呢 打出了知名度 而且現在呢 已經開始朝 公司化的一個方向來前進 我選手進行了一個勢力 不甘勢路 喔 跳舞 雙方 誰都不讓誰喔 我們獵活選手 出道於台灣的IWL 那隨後呢 在2011年呢 成立了這個NTW之後呢 馬上就是成為了我們NTW的一個招牌 那 但我們獵活選手不就此而滿 在經過了大概兩年左右呢 他決定前往衝動 進行更為專業的訓練 並加入了劉秋龍職業水長 那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時間之後呢 他轉移陣地到東京發展 才後並以日本DDT職業生產聯盟簽約 他成為了DDT以及NTW雙所屬的職業招牌選手 這在台灣來講也是 也是首見的一個情況 好 現在要歡迎上來黑仙人的上場 黑仙人的一個新人 隊上資歷比他多上30年的老前輩 非常非常的難得 前輩還是 薑是老的啦 完全沒有在手軟啦 再次換上全軍選手 我們可以看到黑仙人的蝦 其實身上的護具並不多 這個足球踢級啊 我看這個球可以直接從中場踢到 我們足球的那個球門去啦 天春新手真的有兩下子 別看他這樣子個頭並不高 高身高160公分 但是呢 差出招的很近 絕對不輸於任何人啊 現在在雷神邊呢 有一些犯規的動作出現囉 可惜裁判沒看到 現在裁判看到了 哎呀哎呀 裁判注意力被轉移了 好 我們再次回來 天春呢 現在開始 呃 比較守規矩一點了 現在換上呢 我們Akira 行手 Akira 他怎麼要對我們的 黑仙人呢 喔唷 很顯然是朝著黑仙人沒有穿護具的一個膝蓋進行的 呃 集中火力的攻擊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喔 這個 這個 裂部 也被封九步 這看似簡單的招式 但實際上對於 呃 選手身上的一些傷害呢 其實非常的大 Akira選手不愧是老將啊 用一些簡單的一些招式呢 達到一些最大的破壞度 喔 現在我們黑仙本選手 海邊受到的攻擊啊 腳已經被扯開 不知道有沒有受到嚴重的傷勢 看起來目前是還好 喔 田村選手的T級真的是漂亮 速度非常的快 力道非常的強 在黑仙本施動 到了角柱 一個帥氣的軸機 喔 放倒了 黑仙本選手 爭脫兩下 而且呢 發出了怒吼 黑仙本選手 被激怒了嗎 他現在 受到這麼多猛烈的攻擊之後 開始要發威了嗎 喔 可惜啦 一個飛彈T級 DropKid被看穿了 比賽的節奏 再度被田村給掌握了 然後腳住 再一個軸機 哎呀 飛彈T級 這次的運作目標 我們還是一個 會打的櫻頭轉向 但是呢 還是有這麼樣的一絲絲的氣力呢 進行的反擊 我想這次是 這次是摔角選手的本能量 我們要開始進行換手了 好 歡迎 now 換手我們換到烈野國選手上場 在搶 nel休息很久 烈野國選手現在是精力充沛啊 現在對老匠阿提拉已經佐倩 和珠道都 étd 很可惜啊 在對觀眾做示威的時候 被天使選手打斷 時間經過10分鐘 現在還是在把比賽角度給掌握了回來 這個選手不愧是經過日本職業摔角席底的選手 對於比賽的節奏掌握非常的在行 這個選手原始的禁閉勾 踢直 選選手的臉左臉頰被狠狠踢了一下 閻絲落下去 角度蠻高的哦 選手還是有氣力進行的掙脫 現在獵武田的威信是怎麼樣的攻擊 卡手要結束了 真的可以順利結束嗎 刺目以待 現在在進行被翻摔的時候經濟的問題 哎呀 招式的姿勢被破壞掉了之後呢 現在停住選手 哦 龍東衛星夾駝翻摔 哦 哦 這個漂亮的踢擊 側踢 踢中了烈火選手的胸膛 烈火選手 哦 哦 漂亮 在神圈上進行了一個 360度的側翻動作 腳跟直接擊中了烈火選手 哦 漂亮的鹽水斬 啊 角柱到底是誰會被丟到角柱的選手 阿基亞選手 哦 正在扳擊 哦 肩部撐撞 哦 劈體壓制兩下 阿基亞選手 51歲 還是飛得起來啊 阿基亞選手以前的稱號叫做無屬散事 因為他的無屬肥服非常的知名 只不過現在 還是非常的犀利 現在 六五就切入了 頑部十字固定 結果 被阿基亞選手切入了STF 同時 同時 田復選手也進行了 呃 異部固定 對我們的Headshamber 進行了異而部固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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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 烈後選手 他在孤立無人的情況下 能否自行掙脫呢 哎呀 朋友成手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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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台灣的這個代表隊呢 現在還有 繼續在場上奮鬥的機會 現在二打一的情況哦 我們天生選手 哦 另外就是反擊了 哦 漂亮 五個人 擊打了兩位選手 兩個踢擊啊 漂亮 五個人 擊打了兩位選手 我們Headshamber 對上老將 哦 軸擊 軸擊 再一個軸擊 哦 OKA選手 死了 不甘事物 兩個人 軸擊 你來我往互不相讓 哦 7級出現了 我們Headshamber選手 最上場的T級 他T級的力道 以及姿勢 還有他的角度 都非常的漂亮哦 哦 哦 OKA選手 被放倒了 選手進場解救 那這馬上又被烈火多了出去 哦 現在是難得台灣我們代表選手的一個 一個 Teen Wars 哦 走不及 再一個走不及 我們Headshamber 不及什麼樣的一個 知識 的一個攻擊呢 看來是要切入 逆蝦式固定 角度非常的大哦 角度相當不錯 只是在擂台的中央 我們阿奇亞選手 可以撐住嗎 阿奇亞選手 哎呀 忠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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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 太陽瀉的下風 非常危險 太陽瀉的下風 下風 剩下阿奇亞選手跟黑玄美在場上了 好 請小心 好 請小心 哦 哦 哦 增脫了黑玄美選手 哎 阿奇亞選手要進行了她的招牌動作嗎 五屬飛撲 預備 發射 哇 1 2 3 繼續比賽 阿奇亞擊敗了 黑選手 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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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奇亞 非常精彩的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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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知道黑選手現在還好嗎 受到阿奇亞前輩強力的一個飛夫 他還撐得住嗎 現在我們頭語選手現在回到場上 來檢查一下 黑選手的狀況 希望他一切都沒事 希望他一切都沒事 阿奇亞選手繼續在場上接受團眾的歡呼 還有我們前進度也是 以及阿奇亞選手兩位日級選手 在台灣的第一次比賽 抱歉 真正 阿奇亞選手在NTM的第一次比賽 獲得很漂亮的勝利 好 我想現在比賽賽是進行到一個段落 我們稍微進入休息 稍後我們盡力回到現場 為大家進行緊縮的服務 謝謝